马上要上场这位选手 王苗俊 欢迎你 你好 小金哥哥好 欢迎你王苗俊 个儿挺高啊 还好 发型还挺帅的是吧 可以这么说 我早就跟我们的化妆师约法三章 女选手超过1米78的就别来了 男选手身高超过1米8的 发型就别整成这样 比我瘦的尽量化胖点 把我化瘦点 怎么回事啊 我就原谅你了 这也没办法 谢谢 来吧 那先说说你的家庭梦想 我的家庭梦想是 把我的母亲和我未来的岳母 一起借到丽江去生活 所以你应该是常住在丽江 对吧 行 王苗俊 祝福你 实现家庭梦想 全场的朋友们 一起开门大机 马上开始你的挑战 第一扇门 请按下门铃 来 为王苗俊加加油 大家帮我加加油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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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的主持人好的帅 喜欢 你戴上眼镜 我估计你视的也不咋地 连性别都没搞清楚 这首歌是任贤奇的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确定吗 确定 来吧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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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问津 真无奈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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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看下看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我想了又想 我猜了又猜 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nightmare 爱生气 苦儿 苦儿 来啦 来啦 来 喊 算了 我会家吧 谢谢黄澄霖 给我们带来这首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恭喜你 嘉庆梦想基金 收获第一笔 一千元送给你啊 第二扇门两千元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适应按响门铃 加油 看看第二扇门 这歌到底怎么样 难不难 我听过这个名字 好像是太阳出来 喜阳羊 太阳出来喜阳羊 我确定确定 那我们来开一开试试啊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欢迎订阅 手里纳法罗尔 开山福罗朗罗 无法护宝 朗朗吹 狂吹 何柴朗罗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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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呀 若开若叶 无息 寒流 荣落 唱起歌儿 朗朗吹 狂吹 狂吹 满开苔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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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出来都会 夕阳阳落囊落 跳起点灯 朗朗吹 狂吹 毕与大牙 ista 黄 sab 哟 哟 可以个人们 被尖?」 贽ium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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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啊 盼家 hun 他宫 有这些 adjusting 秦县 啊! 金旯优补,仍牙 贾娠 免牙 够女的 别人ASH 狂吹 家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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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捷 欢迎何静 今天那一版 摇滚范完全颠覆了 你这怎么想的 我觉得应该唱出那种浑脱的感觉 所以又唱得非常的猛 豪情壮志都唱出来了 对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心中 现在虽然是雾霾 但是我们每天都盼望着 太阳出来我喜洋洋 看到何静喜洋洋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这歌一唱完 人更女汉子了 有没有淑女的一面 跟大家打个招呼 最淑女的方式 你问我爱你又 我爱你又 大家好 我爱你们 多面的何静 谢谢 谢谢你来到台湾大集 好的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来吧 前两首歌 我觉得对他来说 难度都不大 因为可能是我们所有的 八零后 七零后的朋友们 共同的记忆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太阳出来喜洋 小金可哥 你这句话不对 难道是六零后 总不能是六零后吧 九零后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告诉哥 因为我从事过很多工作 然后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然后让自己就是变得成熟了 你都干过什么 跟我们说过 最初的时候做过网馆 网馆 对 就是网吧里边的 然后做过擦鞋工 从网馆到擦鞋工 对 然后到KTV里的服务生 然后又到那个饭店里的服务生 之后做了汽车销售 然后又做了融资 然后又做了人力资源经理 什么都干过 基本上了 怪不得少年老成呢 有点老 对吧 有点老 对 你说你这一路走来换了多少工作 你是不是在经济上 一直没有安全感 小的时候吧 家里的环境导致了就是 一直觉得家里边不够宽敞 不够明亮 然后觉得 我一个那会儿觉得 我刚出来的时候 觉得一个自己一个大小伙子 都不能成为家庭里的经济支柱 还在让妈妈在上着班辛劳着 我觉得心里边很难受 过意不去 所以二十多岁就已经想承担起 家里所有的重担了 我是家里的男人 家里的男人 定良柱 唯一的男人 所以他从小心里就立下了志向 说一定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让我们家人过得更好 对 加油吧 好 咱们看看第三扇门怎么样 好 到底难不难 来吧 请按响门铃 大家加油 好吗 加油 这首歌小鸡哥哥 这首歌是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的歌 你现在跟我已经不是一代人了 我刚还以为我跟你是一代人的 90后啊 什么歌 雨泉的 奔跑 奔跑 对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二代人 一切子脉 心情是自由自在 希望终点 是爱情骇 全力奔跑 梦在一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 看奇迹就在眼前 等待夕阳 染红了天 肩并遮剑 试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追逐泪和闪电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 装进我胸膛 即使在小的饭也能远航 随风飞翔 有梦做翅膀 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 再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目前来说答题还挺顺利 但是我发现你这职业历程 职业生涯好像有点跌跌撞撞的 有点三心二意 也不能说三心二意 小尼哥哥 我不知道您是哪一年的 但是我从开始看您节目到现在为止 好像应该有八年左右吧 正好是八年 我功龄比你时间还长 你功龄比我时间还长 对 我出来工作已经十年了 十年了 对 十年 你这十年的时间你都在一个地儿 还是就像刚歌里唱的到处去奔跑 到处去奔跑 最北边我家在黑龙江大庆 最西边去过新疆路木齐 去过我老家 去过 最南边去过广东 全国各地你基本上都已经踏遍了 基本上了 是什么动力让你不断的在换 就是从这个地儿挪到那个地儿 从这个工作换到下一个工作 觉得一个年轻的孩子应该有点追求 然后就换了工作 然后从身边的同事 到一些给我帮助的叔叔阿姨 都告诉我谁要有目标 我就一点一点奔着自己的目标 再向前进 然后就这十年走过来 就是中国的大江南北 发现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了吗 比当初的时候好了很多了 好了很多了 对 那我们就义无反过的 无条件地支持你 对 加油 来吧 第四扇门 从三千到五千 咱们走 大家给我点心情好不好 谢谢 五千人到底能不能到手呢 请按响 门铃 小金哥哥 猜到的歌名叫做 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蒙娜丽莎的眼泪 蒙娜丽莎的眼泪 对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我期待 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 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 我期待 对你付出的一切 对你付出的一切 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 蒙娜丽莎丽莎 她是谁 她是否也曾为爱 争拢了 作与对 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十点的泪 谁却把你的感情 付给别人去摧毁 谁啊 蒙娜丽莎 她是谁 她是否也曾为爱 群迷好机会 她的微笑那么神秘 那么美 或许她也走过 感情的千山万水 才发现 爱你的人 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 流眼泪 谢谢 感谢谭笑哥 缅唱的这首 蒙娜丽莎的眼泪 恭喜你 用微笑面对这个结果吧 因为你的家庭梦想积极 已经积累到了五千元 今天我们选手的家庭梦想 是带着自己的妈妈 和未来的丈母娘 去旅游 今天女主角来了吗 女朋友来了吗 来了 第二现场 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究竟她找了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来 第二现场 女朋友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朋友的朋友 听说你们是在云南丽匠认识的 是不是 很浪漫 是的 我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有十年 我相亲也有将近三十次了 三十次相亲 但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然后呢 那么今年我在丽江 遇到了王苗俊 我们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啊 是这样 但是你介不介意我问一个问题 我觉得看起来您好像比他会大一些是吗 是的 我比他大了整整八岁 我说实话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他看着就挺老成的啊 如果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生谈恋爱会没有安全感 是啊 我之前有标准 什么标准 坚决不找 有高 有瘦 坚决不找比自己小的 他全战了 对啊 全战了 全颠覆了 那你看上他什么呢 真正相处下来 他给了我真正的踏实 给了我依靠的肩膀 我们今天年初认识的时候 后来我很快的决定抛下了北京的一切 我去找他 我去丽江 找他到现在 在那生活 这个太浪漫了吧 你看 真的 特别令人羡慕 浪漫的事情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甜蜜的回忆 怎么就一见钟情了 当时我是去到的第三天 接吼了很多小朋友 晚上我们串门的时候 我无意中走进了他工作的客栈 就是一推门 然后就遇见了他 后来当时我们是以歌 以歌 我们唱了一首歌 以歌结缘 对 唱了一首歌 叫你最珍贵 我好想听 好想听 你们想听吗 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丽江的那个客栈里 我们就是在丽江的路人 我们现在 你们忽略我们 忽略我们 沉浸到那个气氛当中 来 来吧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们下红色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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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那一生眼泪相对 放手相随 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谢谢 谢谢 在丽江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结下了自己爱情的缘分 希望你们把这份缘分继续下去 好 那就给他加加油吧 用最爱的方式 苗俊加油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我相信你 信任你 一辈子 哎呀 真的 还有新答题吗 我老婆说了 那我不是得答 老婆 一秒钟变老婆 变老婆了 停定终生 5000元 家庭梦想机器已经到手 接下来是第五扇门 一万元 走吗 走 那肯定是走 请安详门领 好像 但是这首歌 叫冲动的惩罚 确定吗 确定 你可别冲动啊 你一冲动就惩罚了啊 我不怕 我不怕 因为我确定 确定是冲动的惩罚 对 我们来试一试 好 一万元 好 从5000到一万 到底 我相信自己 是 冲动的惩罚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急 如果那天 你不知道 我喝了多少杯 你就不会明白 你究竟有多美 我也不会相信 第一次看见 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 可是我相信 我心中的感觉 他来的那么快 来的那么直接 就算我心旷野 无法将火洗脸 我依然相信 是老天让你我相遇 如果说没人闻到 他留守住你的香水 我绝对不会 战断反侧难以如水 就想着你的梅 吻着你的香味 在冰雨火的情雨中 转差徘徊 如果说不是老天 人爱年份把我捉弄 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 就怕你忘记吧 应该把你忘了 这是对冲动 最好的惩罚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姚迪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首 冲动的惩罚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 耶 掌声再给你一点 太不容易了 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在我们这儿 可比你这十几年 走过来的路要容易得多 我刚才使劲在想 他经历了那么多事 他今年才24岁是吧 对 90年的 90年的 人才24岁 那你这学没上完 你就出来打工 学没有上完 我感觉以他的性格 和给我们的印象 他那么的爱拼爱闯 努力 那种钻劲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 学习成绩不好才辍绝的 当年我的学习成绩 我可以说我在班级 能排到前三 但是我那年14岁 那会儿 我母亲是清扫清洁工 夏天的时候 我去捡垃圾 帮她清理垃圾 然后秋天的时候 帮她扫落叶 冬天的时候 因为东北很冷 经常下雪 冬天的时候 就帮她扫雪 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 我不希望她那么操劳 不希望她那么累 所以我就 不顾我母亲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辍学了 但是我都觉得挺可惜的 14岁的时候 那正是所有的孩子 在学校里安心上学的时间 可能其他的同学们 不见得成绩有你那么好 但是因为家庭条件比你好 所以她能有更好的成长的环境 但是她从小心里就觉得 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念头 让妈妈过得更好一点 对 她之前说的一句话挺触动我的 她说 我20多岁了 我还不能顶起家里的重担吗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想法的 20多岁的人太少太少了 毕竟这种想法还不普遍 现在不是所有的男孩子 到自己成年之后 都会有你这样的一种想法 也是因为你过早的进入社会了 让你迅速的成熟起来 从一个男孩 快速成长为一个男人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男人了吗 肯定的 必须的 必须的 你还小呢 在我眼里 你这比我小多少岁 那想就跟我开个玩笑 你要是先生是我女朋友 你得教我姐夫 对 这世界变化快 我都接受不了了 而且关键是 你女朋友嫌小你嫌老 可以合适 好吧 开个玩笑 接下来咱们继续开玩 好 一万元到手了 第六扇门是一万五千元 准备好了吗 给我点鼓励呗 来吧 加油 请按响门铃 会员桃果肉 常喝气色好 您正在收看的时候 会员果汁独家冠领播出的 开门大吉 这首歌我有点不确定了 确定吗 真没听过 真没听过 我刚才做了一个实验 我没有看手上的答案 我想 就是照着选手的感觉听一下 能不能听出来 说实话 我都没听出来 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歌 还真是有点难度 哦 求助吗 肯定求助啊 只能求助了 来 赶紧抓紧时间 求助第二现场 关键时刻呢 好像是我们女朋友的朋友拍上用场了 真的 是的 听出来了 对 好像还挺有信心 汪峰的母亲 对吗 你别弄错了啊 汪峰的母亲是吧 嗯 对 我 我相信我的闺蜜 你也只能相信她了 那你相信你媳妇的闺蜜吗 首先我相信我媳妇 哦 我媳妇相信谁 我肯定相信谁 你怎么过早就放下武器了 你这感觉 呃 全都听她的是吗 人家 对 人家全副武装 我全副卸妆 好吧 卸妆 接受她的答案 接受 就是这个答案了 到底对不对呢 那我们只有这么一个答案了 我们来检验一下 到底是不是汪峰那个版本的母亲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耶 耶 你是否还在我窗前当着我 我思念的母亲 哦 默默的默默的 像一个停满的阳神 生命一直是这样 充满恐惧和委屈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应该早点告诉我 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 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 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进行 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 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 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 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进行 我都会流着泪 感觉着你 我思念的母亲 谢谢赋予我们演唱的这首母亲 要恭喜你 家庭梦想 接近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五千元 真的替你高兴 但是我听完那首歌 我挺感慨的 就是我在想象你自己这么十多年 闯荡一路走下来 整整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你一直在走南闯北 妈妈一直在老家待着 在守望着你 你在遇到挫折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想想母亲 想想她在某一个地方等待你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最关键的是 想把母亲从她老家接出来 丽江就是她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 你期待吗 我非常期待 丽江风清水秀 空气友好 妈妈本来她就是身体有病 她只有看到我 看到风景好的地方 她的心情才会好 这样对她身心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 其实我听想我妈的 小妈妈 好 现在你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钱够不够 首先这样的 这个钱是为了实现我们家的梦想 把妈妈和未来岳母一起接到丽江 但是 人要知足 要留一定的空间给自己去奋斗 决定健好就受 对 好吧 王苗俊恭喜你 收获了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感谢会员果汁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我脑子里刚才出现了一个画面 王苗俊的妈妈 已经来到了丽江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 早上八点的时候 她推开窗 一道阳光射到了屋子里 她开始打扫卫生 开始给你做早饭 开始迎接新一天的生活 虽然很简单 我相信这对于妈妈来说 也是人生的新开始 希望她更加的幸福 有你这样好儿子 她真的应该 谢谢 谢谢哥哥 加油 谢谢你 谢谢哥哥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